13岁摩梭女孩正在参加成人仪式 仪式过后她就要辍学回家继承家主的位置 因为家人认为如果女孩读书太多 会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不再愿意回到村子 这是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卢沽湖畔 摩梭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繁衍着 在摩梭人传统母系大家庭中 由女人占据家庭主导地位 女人负责决策家中的所有大小事宜 一家之主的位置必须由家中长女来继承 29岁的拉姆即将要继承母亲的位置 不久表哥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拉姆也刚做完手术 家庭因此欠下巨额债务 他只能卖力支部来挣钱还债 在摩梭人传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旧管理姨管财 在女人们挣钱养家时 男人们则需要帮助姐妹们教育和抚养孩子 他们要把外甥和外甥女当作亲生的来养 所以舅舅的责任比父亲还要重大 对摩梭人来说 婚姻是威胁家庭稳定的存在 不结婚就不需要分割财产 家族的财富可以代代积累 这样的母系大家庭更具有稳定性 拉姆的家庭就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拉姆的母亲加玛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 负责照料家庭成员的生活 以及所有日常所事 整个院落的中心便是家中祖母的位置 造房内的炉火一刻也不能熄灭 寓意着家庭繁荣昌盛 曾经拉姆一家有着老老少少二十多口人 但前不久的一场意外 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打击 拉姆姨妈爱上了镇上的男人 还带着她的孩子们定居在镇上 母亲加玛不得不顶替了姨妈的位置 成为了一家之长 在摩索人的习俗中 他们会去掉猪的骨头和肉 只留下脂肪风干成枇杷肉 在亲人葬礼时 他们会用猪油下葬和用火腿招待客人 第二天家里从丽家嘴村来了一群亲戚 13岁的杜芝拉错第一次来到这里 母亲特意来到永宁乡 为她添置成人礼上需要的衣服 原本僻静的村子傍晚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男人们纷纷骑着摩托出门 他们要趁着夜色去和心爱的人相会 晚上见面白天分别 这便是摩索人所奉行的走婚 走婚并非意味着对待伴侣的不忠 相比一夫一妻制 只是少了一本证书的约束 在一段感情结束前 双方也不可滥情 这样的关系更像是情侣 晚上见面前 男人们会提前告知伴侣 伴侣则会将狗拴起来 对一个摩索家庭来说 外嫁是不能接受的 这意味着家中将会缺少一个劳动力 走婚这样的形式 更适合他们的家庭状况 第二天肚之拉挫来到了 向往已久的卢姑湖畔 坐着朱曹传 姨妈给她讲述了摩索人由来的传说 姨父是一名达巴教祭司 达巴教是摩索人的原始宗教 格姆女神的典故听得孩子们如痴如醉 他们抵达了一家服装店 穿上这身漂亮的衣服 就证明她已经成年 一套衣服花费了260块 在当时算是一笔不菲的开销 在湖的另一边 正值西瓜收获的季节 女人们负责收割瓜果 男人们则负责带孩子 看似摩索男人活得很轻松 实则他们也要耕种 建造房屋等等 村民们将西瓜种在玉米地里 玉米感遮盖了脚下部分的阳光 可以控制杂草的长势 从而确保西瓜有充足的养分 摩索女人们常年无休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众多女性 那男人们就基本不用做什么了 收来的西瓜由马匹拉走 送到集市上销售 拉姆和表弟要一起去参加 肚子拉错的成人礼 他们要挑选一些伴手礼 如果空手去别人家做客 将是极不礼貌的 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开发 卢孤湖畔成了知名的旅游风景区 但只有靠着湖边的村子 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远在深山里的摩索人村落仍有待发展 从卢孤湖畔前往利家嘴 需要徒步三个小时 届时的山路并未修通 在以前 男人们会赶着牦牛翻山越岭去做生意 往往是女人留守在家 这也是摩索人为何是女人当家的原因之一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接过重任 长途跋涉让年幼的孩子感觉非常疲惫 他们在路过的一家寺庙休息 拉姆将一件就衣服系在树上 希望纠缠在他身上的厄运早点消散 傍晚他们抵达了利家嘴 为了迎接拉姆的到来 家中的女性全都聚集在一起 聊着两家最近的近况 摩索人家中并非有女性独裁 所有大事都由家人商量决定 摩索人的文化中不存在偷盗和抢劫 邻里之间都会守望相助 家人们和谐共处气氛融洽 到了杜芝拉错的成人里 一家人都早早起床 这是全家人最重视的事情 作为家里这一代唯一的女孩 杜芝拉错注定了以后要成为家中的阿姆 穿上隆重的服饰就意味着成年的时刻到来 从现在开始杜芝拉错能够在家庭会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男孩13岁时 也会有专属于男人的裤子 亲人们为杜芝拉错送上祝福 希望他能够健康平安 身着成人的服饰 他们要对着佛像祈祷 最后再接受其他人赠送的礼物 拉姆耐心叮嘱拉错 一定不要着急寻找伴侣 再晚几年比较好 因为表哥的去世 所以家族不会隆重宴请宾客 成人仪式过后的拉错 肩上要开始承担更多的农活 每天都需要帮忙捡猪草 如今家里有六个人外出打工 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 所以拉错不得不辍学在家 村里人都替他感到惋惜 但拉错没有选择 整个家庭迟早都要落在他的肩上 作为一家之主 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要做更多繁琐的工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样的家庭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 不读书就意味着没有出路 越来越多的摩索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此拉姆宁愿自己辛苦一些 也要努力送孩子们去读书 以后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摩索传统歌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词 明智的母亲才能养育神明般的女儿 维持传统和拥抱现代化 要怎样才能取得平衡呢